来 接着来看这个许建阳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请1010上线一下 帮老师来服务一下 因为他说的是菇菜的问题 他说到他的菇菜 之前用这个油味素和银酒 使用这个杯子是一千杯 但是现在他有发现说 肖子变长 铁组有比较油淡薄 但是他想让这个肖皮变得高 变得更大 所以他到底要怎么做 比较理想 还是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推荐他来使用 这个东西 算是有粒子变得更大 但是感觉还不是很满意 算是否可以比较油肌 是否要让它变得更大变得更高 所以这可能是肖子变成肥 你可以适当的一个补充 当然在后面你用硝酸钙 你用硝酸钙去做一些处理 有后面说阿湯用硝酸钙 因为硝酸钙有时候我们用完后 因为那个钙酸钙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会比较容易说有的人会比较危险 在某个时间点也会比较容易 这个要开花 所以我们可能尽量使用硝酸钙 所以这样做的来用 做的来用效果还不错啦 所以在这边可以和朋友们稍微了解到这个 大概是这样处理了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 很重要 所以你就需要硝酸钙 还是说你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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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长上都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所以肥胃會比較好吃 肥胃的流量要吃比較重一點 所以我們在這個洗肥的這個時間 可以稍微來給他這個測定 並說原地你是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跟他做說 我讓他這個時間點上 讓他流量更多五天 讓我們不要增加 我們稍微給他這個 縮低的這種使用的這個時間 如果是這樣起來 這個效果通常就留得比較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再給一點點這個肥料 你如果是說落在肚子 你可能就是說適當的這個蛋夾比 就是說變成我沾大概2比1 蛋和吃2比1 因為你如果是完全都沒有給他吃 他那個很軟的 很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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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比較沒重量 還沒重量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朋友 稍微來給他這個了解到 所以這在這裡讓我們聽到朋友 稍微知道 大概是這樣的經驗 讓我聽到朋友可以稍微知道 大家做參考